主求你复兴我 心中的一身解 为我造进坚定心 使我重新有诚实的灵 主求你复兴我 心中的一身解 将我分别为神 做你尊贵荣耀祈祷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火器 一身做一身解的祈祷 我将身体献上为你耳活 为你无心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火器 一身做一身解的祈祷 一身传扬 我将祈祷的生命 祈祷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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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祈祷的生命 我当作火器 以身作 以身前的心 我将生命 献上为你而活 为你无息 我将身体 献上当作火器 以身作 以身前的机灵 以身传扬 基督的生命 请不许带我祷告 祝福谢谢你 真的好高兴 我们生命里面 常常遇见你 每天都遇见你 真的我们师父不是凭自己的意念 也不是凭着我们的恩师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所看见的 是神你在我们当中 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告诉我们 说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计划 我们教会能够在你面前往前走 并不是我们很多人会侍奉 也不是很多人有恩师 是因为我们看见你 我们遇见你 而你带我们往前走 我们像这标刚刚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 但是那不重要了 我们知道往前走就对了 跟着主你来走就对了 因为说前面所遇到的红海 不是我们的儿子能够做得到的 前面所遇到的这些所有的水 你一定的水或者是宽炎 都不是我们儿子做得到的 但是我们跟着你走 全部都荣耀了 全部都成功了 全部都得胜了 所以说因为你在我们当中 我们祷告就是因为你在我们当中 我们祷告就是因为你喜乐在我们当中 我们所做的就是要你的喜乐 我们所做的就是要你的荣耀 我们所行的就是要 尊重你的心灵和真实在我们当中所看见的 让我们淡淡的看见 我的心跟你的心是完全合一的 谢谢你 我们有很多不好的思想 很多不好的意念 这世界常常在诱惑我们 或者在控告我们 我们有不同的那个恨 或者不同的意念 所以说求主你把主人全部都得示范 全部都得示范 全部都在你面前 从一个清洁的心开始 能够进入到你的灵灵的祷告 让我们在你正直的你的祷告里面 能够看到圣灵就是要这样充满我们 当你充满我们的时候 把这些都得到示范之后 我们真的是得以自由了 我们生命就喜乐了 我们生命就看见 神的丰富 虽然像这标杆子炮 有很多的未知数 但是我们根本不怕 以我们的自由了 我们在你里面 因为你主要以我们同在 我们心里就在里面 就活活活活活的 看见神的荣耀 让这教会成为在这世代里面 彰显神荣耀的地方 我们站在这教会里面 我们算不得神吗 但是我们合一的时候 就算为最大了 我们在里面前合一的时候 就是这世界在神面前 我们是世上的光 绝对是世上的光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所以说谢谢你 让我们更多更多学习 彼此相爱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 只爱真理 不喜欢不义 好 让我们所分别出来的 我们的生命的情绪 或者是一年 都是下这里的 献上感恩 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秘求 阿们 阿们 把人归给神好不好 献上感恩 让我们喜乐在祷告里面 风风附附的 充满神的喜乐再吸收 呀 有没有笑容 有没有喜乐 有没有吃饱 好 感谢神 带着喜乐心跟旁边说 今天好快乐 呀 请坐 请坐 对啊 弟兄姐妹 我们相信在生命的故事里面 都有许多许多的令你惊讶的事情 上个月在同工会的前一天 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 三月要办一次路跑 那我们同工的那天 这个同工会弄出来 哇 这个同工就是 牧师又心血来潮 又不知道要干什么 然后去申请 这个来不及申请 那因为路跑要一个月前就要申请了 那后来折腾一下 他们说只能见走不能路跑 不能路跑 那我们本来就是见走 只不过有人走快 比较快而已 所以管他的 我们就要开开心心的 那我们本来是跑运河这样子 本来计划是跑运河绕一圈快 但是运河有太多路口了 而且那些路口是真的很多车 所以后来想想 这个市政府这边只有四个路口 而且都没车 然后我们这样走也是很快 而且我们那个市政府多绕幾圈 他就会完全降伏在神面前 所以我们今天只绕两圈而已 还有几千还没有绕 谁说还有五圈 总共要几圈 十三圈 七六 真的十三圈 所以还要绕几圈 十一圈 弟兄姐妹 所以告诉大家 我们下个月还会再办一次 四月一号 比今天更早 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吗 四月一号我们早上要 是护活节不是愚人节 护活节我们七点整 在那个我们的墓园 在那边我们有 我们朝阳礼拜 护活节 那比今天还要早 因为我们要在那边 六点五十就要开始预备 我们的安静末导 然后那一天我们的 朝阳礼拜算是第一坛的崇拜 是算崇拜 所以大家带着敬拜神的心情 能够去 我们教会真的是有时候 觉得 怎么说呢 每个礼拜都很多令人兴起的事情 每个礼拜你都会很惊讶 并不是我们喜欢伴佛动 而是神喜欢我们动 知道吗 如果你是神所喜悦的 神做什么事情都会想找你 对不对 我也有我的很多朋友 我不管要什么感动或做什么 我都会直接找 我觉得最能够动的那几个 所以我都知道一件事情 我向神祷告说 神我希望我是那个 你要做什么都会想到我的人 所以我们教会就好多好多事情要做 弟兄姐妹做这些事情对我没有好处 但是大家一起做就很开心 弟兄姐妹我到现在牌子也舍不得拿掉 你一定要把这个牌子拍下 你有天要告诉你的儿女说 你的阿公以前在台南圣教会路跑 你跟他吹牛一下是跑前几名的 好 真的 那今天我们看到今天这次 我们教会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预备心的时候 今天我们的神跟我们都很快乐 因为这是耶和法所定的什么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 请记得耶和法所定的不只是日子而已 所定的是救赎 所定的是祂的计划 你在当中要预备 那这是今天我们很多在跑的过程 那我们整个心情 其实还有很多张照片 那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展现照片 其实我们都留下记录 我们都留下那个记录 你有跑没跑 我们都已经留下来 我们有很多的狗仔队在其中预备 好 那这是前五名 前五名 这都是现役军人或者是学校的选手了 好 那右边这四个女生她说 她们也是前几名 硬要说她们也是前几名 她说好 把你弄上来 她们说她们跑回教会的时候 连包子都还没送过来 所以她们的目标是什么 对 真的喔 跑回来的时候 包子都还没到 还等了好久 包子才到了 好 那这些是前五名 这些人是干什么 吃包子 好 总之在教会里面 我觉得生命里面 真的感受到弟兄姐妹的 青春的活泼的力量 我们一起祷告或一起唱歌 一起赞美 其实比这路跑更令人兴奋 就是祷告会 阿们 今天的祷告会是一个 非常要出力的一个场合 因为神在这当中要预备给我们匆匪复复录故事 好 弟兄姐妹 知道这是什么经文吗 有人说不想要干什么经文 ầy 她是不是 某 пожалуйста 这是昨天要背的 好 请记得 你要背都有訣竅 一個是因為 一個是所以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經文就告訴你說 神的心所以你要做什麼 那神的心告訴我們說 當你現在還有機會 有健康 有活潑 有意念 有主權的時候 你不想要 兩件事情 歡心樂意的 適奉 不喜歡 也就是 不是只有適奉 而且要怎樣 歡心樂意 也就是當你還有機會 不想要說 想到要有機會就好高興 就是撇下一切 先來聚會 如果你不這樣做 而且適奉 那 你只好怎樣 你就必有 這是必定的 在 機會都沒有了 飢餓 肝渴 吃辱跟缺乏當中 去侍奉 神說 那我就讓敵人來打你 你只好去服侍那個 藐視你 欺負你 羞辱你的 根本不在乎你的 你只好一輩子侍奉他 弟兄姐妹 然後神說 那個人會把鐵餓 加在你的景象上 直到什麼 直到滅絕 弟兄姐妹 我們前幾天背著聖經說 你知道嗎 如果你願意下去 你說這壞的 我要服侍神 有什麼好處 但是神 以後你才知道 到那天才告訴你 那些不願意你 或者羞辱你的 或者是 取笑你的 告訴他們說 神讓我走在你們 以先 是為了叫 你們 我們 存留什麼 於種 也就是說 還好有我在 你們這些人都還有機會 你們的家族 因為你第一個信主 你們家族都存留於種 今天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是知道什麼 滅絕 是這些信主 通通都滅絕 全家全部都 離開神 很多 很多家庭都是這樣子 第一代還好 第二代這個 開始不熱心 第三代 已經通通都離開了 最後 第一代 只好這個 這個燈火常煮還是什麼 就是 眼睛睛看到第三代不理他了 第二代也失去信仰 然後我快死了 這個叫做滅絕 主的信仰在我們家族裡面 Cross 沒有了 這叫直到滅絕 很多家族是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帶一些家庭的時候 帶一些家庭的時候 這個好不容易 然後他才說 其實 我們祖公啊 不是祖公啦 是沒輸 我們聽到這種事情都會嚇一跳 原來他前兩代 前三代都 還有長老 還有牧師 到這一代 全部都沒有了 弟兄姐妹 希望大家能夠背這個經文 一個因為 一個所以 都跟侍奉有關係 一個前面是 你不要侍奉神 所以你就必須侍奉什麼 那些 把你鐵餓 鑽在你 夾在你的景象上的 敵人 而且 那時候你是 飢餓 赤露 還有羞辱 還有干渴 如果你侍奉神的時候 你會在 互有 一直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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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有的時候 你開始覺得 互有不重要 互有不重要 我只想歡欣 侍奉神 你就會 一直互有 一直互有 好 弟兄姐妹 這個經文 你要記得 然後我們要看 今天 聖經節 哈蓋書 最近我們都在講哈蓋書 哈蓋書就是當時 百姓 在那個地方說 先知 不太高興 來跟百姓說 你們為什麼挺工 百姓說 建造 時候還沒到啦 其實他們已經建造了 後來敵人阻擋 他們就挺工 一挺就是十幾年 你要知道 一挺就十幾年 我就想到 我們當時 1998年到2000年 一挺就是兩年多 沒 然後 很多人就說 等 時機比較成熟再來 或者 等大家比較同心再來建造 弟兄姐妹 你如果處在 你現在 大家跟著我走到時光那個時候 好不好 如果你處在那邊 一片混亂 一片混亂 大家交響指責 亂七八糟的時候 然後 這些長子說 等到 時機成熟 等到教會比較同心的時候 再來建 好了 你知道 這句話是等於 神聽了會不會高興 什麼叫做等到大家比較同心 你一等只會越來越 不同心 沒有越來越同心的 你只要一等 一定是越來越不同心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說 建造耶和法時候 的店還沒到 所以先知就出來了 先知他該是被神 殺出來 而且神蠻不高興的 等一下你看就知道 所以 神說這店能讓還涼 你們自己還住在天花板的荒屋嗎 神的家破碎 然後沒有人聚會 沒有敬拜神 你們自己每個人住在自己的家裡面 求溫暖嗎 神很生氣的 所以 就催促這個先知出來 說 老實話 老實話就是 你們要檢查這個行為 這兩段 兩段講的就是一個對比 第一個 傻的腫多 瘦的卻少 吃的多 有吃卻不得飽 喝卻不得煮 穿衣服卻不得暖 得工錢 將工錢鑽在什麼破落的欄中 意思就是說 你怎麼做 你怎麼失落 也就是說 24小時都在做 然後24小時都有的吃都有的喝都有的賺 但是 凡是你有的全部都 留走 全部都留走 神就是要讓你留走 你是不得不留走 因為神就是在後面把你開洞讓你留走 你還不明白嗎 你這一輩子做牛做馬 就在侍奉那些把你做牛做馬的老闆身上 你這一輩子做牛做馬都在做在那些 奴役你或者是 瑕疵你的 在感情上面 你如果不配合他 他就要拋棄你 所以你就不敢聚會也不敢熱心 然後他就奴役你 弟兄姐妹 萬君之耶和华就說 這個聖經裡面好幾個萬君之耶和华說 這個都是一個主題 你們要散散取木料 原來 你要做事就是散散取木料建造聖殿 請問散散取木料 也就是說 你不得不離開你溫暖的家 到散散 意思就是說 你要離開你現狀 去拿你沒有的東西 因為木料你現在這邊沒有 你要去拿 建造聖殿 我去散散扛多少木材下來 弟兄姐妹不管 請你記得一件事情 這些木料如果要10噸的話 你大概只能拿5公斤 要不要去拿 要你要去拿 這10噸的木料你只能拿5公斤 你就還是去散散拿 弟兄姐妹 因為你只要一動 神就喜樂了 就得榮耀 因為神說 終於有我的百姓願意為我的名而動作 你知道嗎 我常常就思想這種東西 我就是屬於那個只能拿5公斤的人 但是我常做的那一件事情就是 咚 然後我就親眼看到 我們今天其實 在路跑的時候的一個月前 其實我心裡面也想說 其實大家最近都很忙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 但是 神給我感動就是 咚就對了啦 咚就對了 一咚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有多少人會來參加 因為大家都很累 主啊 有100個人就不錯了 動一下 每一個軍團 最少這些牧者都要參加 小組都要參加 加起來應該有100多人 今天多少人知道嗎 有報名的560個 沒有報名來偷跑的 加起來 還有路人 以為是什麼就跟著跑了 將近600多人 然後弟兄姊妹真的在神面前你要知道 但是 比這更重要就是 我們都把 小事情當大事情來喜樂 這個是一個智慧 當你家很窮的時候 很窮的時候 吃飯都很快樂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一條魚 大家搶那條魚 把那條魚當大魚來搶 哎唷 喝醬了 那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快樂 直到你大戶人家的時候 吃飯不快樂 一條大魚在那邊 吃啦 不吃 吃啦 不要啦 吃 不吃吃嗎 帥什麼好快樂 不吃 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穷的時候 把小事情當大事情來快樂 這是智慧 我們教會就是要常常把小事當大事來快樂 把小小的路跑當作國際賽來快樂 然後趕快拍照 國際賽跑 這個 自己快樂 你就真的快樂 弟兄姐妹 以後我們還會做很多事情 我們常對自己說 我們西安管弦樂團 正式改名西安愛樂 跟世界 柏林愛樂 威娜愛樂 紐約愛樂 並稱世界四大愛樂 合唱 我們把小事情變大事情來開心 誰會阻止你 會不會犯罪 沒有啊 我們高興就好 弟兄姐妹 但是你一開心 你就真的下那麼高了 弟兄姐妹 好 那我們先 看到第一章 我們先做一個整理 這個整理概念清楚 我很在乎大家格子一定要很清楚 神的心情 先知的心靈跟人的心意 神很憂善 因為你們只顧自己房屋 卻還說舍得聖殿 還早 還早 各位姐妹 神真的很生氣 所以神就動功 因為他們就說不可憐 結果這個歷史我講過 再講一次 他們說不可憐 神就動功 感動大利物王 去尋找那個典籍 我真的以前古列說過了 然後大利物王就突然頒布一個命令 就是說 現在誰敢阻止他們 不但不能阻止他們 還要供應他們一切所需要的 不但供應他們所需要的 誰敢阻擋他們 我就處死那個人 所以弟兄姐妹 你只不過 一步善善取木料 神就說現在開始我要與你同載了 神與你同載 神就做工了 神一做工 你那10噸的木料 你只要拿5公斤 那10噸的木料 就蹦蹦蹦蹦蹦蹦蹦 神就動員千軍萬馬把你運過來 你拿5公斤的木料 唉唷 沒可憐 沒可憐 你知道 你不動 神就不動 然後 神不但不動 還讓你拿5公斤捨不得拿出來 你在每天裝自己的東西 神就讓你一直掉 一直掉 一直掉 弟兄姐妹 有時候你要來奉獻 不要再去考慮了 到底是奉獻1000塊還是500塊還是10塊 後來感動以後還是拿10塊出來 回去以後 出了一個車禍 車子修理了2000塊 才知道 早之後就把1000塊拿出來奉獻 神還會加倍祝福你 弟兄姐妹 不要說我在咒詛你 因為我就噴過 想了老半天好先把1000塊收著好了 結果不小心那1000塊就不見了 有時候我在想 真的 你跟神之間有一個非常幽默的感覺 那你就會知道神在跟你幽默 或者神在告訴你說 你就試試看 但是我們在這裡講說 你如果撒多做多就會失去 你收的多存的多都會漏掉的 然後我會命鋼 鋼汗跟天災淋到你身上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第三封信就是告訴你說 因為他該說你們自己想想 你們所有技師想一想 你們是不是在任意誤會 你們所獻的技 你們手上手做工作 跟你們所獻的技一樣的骯髒 你們所獻的技是隨便的獻的 你們所做工作也是神在這關 不要的 不要的 但是另一個觀念就是 神如果喚醒的話 因為你散散取目了 願意的跟神說 跟那些反對的人說 我們願意相信的那一刻 我願意 你們願意有什麼用 才能夠拿5公斤 做建個聖殿 幾十噸的拿5公斤的木料 有用嗎 卻有沒有想到 你願意存敬畏心 神說了一句話 我要與你同在了 各位姐妹 好好去想 你在生命裡面 真的 我最近一直感動 今天那個 論壇報也是來採訪我們 我以前就說 怎樣從一個老教會 他尋找很多老教會 老教會怎麼變心 老教會怎麼變心 我常常思想 老教會怎麼變心 重建那個建築物不好 老教會要變心 唯一的方法就是遇見神 就是遇見神 你在歌山地住了400年 夠不夠老 這個民族夠老了 活得下去嗎 也活得下去啦 真的 但是自從遇見神的時候 歌山地全部都要翻過來 而且那個翻是翻得很徹底 全部家長都留下來不動 不動了 我們全部走出來 這就變成新的隊伍 從此以後 被奴 當奴隸的以色列民 從那一天變成新的耶和華的軍隊 阿們 弟兄姐妹 因為他們遇見神 你要知道 被奴隸的以色列民 就在那一天 430年 聖經說 以耶和華軍隊的模式 走出來出埃及 如果我也相信 我們今天 我們台南生教會 90年 90歲的老人夠不夠老 夠不夠老 真的 91歲會更老 92歲會更老 但是 從今年開始 我們變成1歲的耶和華軍隊 我們就是新生命了 我們就是最新的教會 最新的教會 所以你要不要 成為一個新人 你成為一個新人 你在生命裡 就是一個最新的盼望跟喜樂 我60歲了 我也 不要逞強 我絕對不會去跑 不會跑 但是我知道 當我看到大家在跑的時候 我的心就跟你們一樣 其實 最後我有衝刺 最後三公尺的時候 我有衝一下 我也是說 最後衝刺很快 好 弟兄姐妹 在生命裡面 神會震動天地 兩件事情 震動萬國都把珍寶運過來 等一下你會知道 萬國的珍寶是誰的 神的 所以有時候你會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萬國珍寶運過來 那萬國這麼衰喔 不然你的責 那我什麼東西都是別人做好 我們去拿 對 因為神說 那個本來就是神的 等一下我們來看 第二件震動是 我要請負列國的寶座 誰敢攻擊你們 我就攻擊他們 誰敢攻擊你們 我就攻擊他們 這是震動 然後最後一個 我必以你為應 因為我簡選你 弟兄姐妹 把這個記起來 把這個記起來 你會知道 心情在這個故事裡面是多麼寶貴 好 我們回到 繼續回到哈蓋書這首說 剛才是把這個全部整理好 一章二章全部整理好 現在你要再一次看 因為你們的緣故 好 弟兄姐妹 伊甸園 開始 沒落 變成 沙漠地形 其實從古石 到回渡月彎 就是兩河流域 這聲音說 伊甸園本來四條河對不對 兩條河不可考 有兩條 有兩條河就是 現在的兩河流域 這兩條 什麼 又法拉底河跟 第格里斯河 這兩條河 他寫到古石就是埃及 也有可能是尼羅河 這個回渡月彎 但是在那時候 因為亞當的緣故 帝受咒詛 變成沙漠地形 變成沙漠地形 那我們也想看 我因為你們的緣故 天就不降甘露 地也不吃土產 我命甘霞臨到這一切 還有你們一切出產 還有你們一切勞辱所得的 神會命令甘霞 風臨到你們當中 因為你們的緣故 請你不要講是天災 是你們的緣故 所以神在這方面 到後來跟亞哈說 三年不下雨 是因為你的緣故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常常處在一個 台南市是一個滿祝福的地方 弟兄姊妹 請記得是因為你們的緣故 如果你們願意在神面前 被神使用 神就讓你有機會 到處都是災難的時候 我就是讓你平安 但是如果你在平安裡面 在富有的時候 你卻不願意侍奉 有一天你就知道 你只好在欺負你的仇敌面前 侍奉他 你一點也不能侍奉神 他不讓你侍奉神 你只能侍奉他 而且神不救你 不救你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糟糕的 當你願意做的時候 神就說 所羅巴伯 還有耶穌亞這些 這個大祭司 跟那個耶穌亞是不同人 還有這些 剩下就是魚種 你們現在願意聽從耶和華的話 好出來動作 一動作 百姓就存敬畏的心 從現在開始 神一直告訴他們說 現在 等一下你就會看到很多這個字句 你好好思想 這日之前還有這日之後 這日之前 你們不願意 你們就看到這種事情 這日之後 你好好看我為你做的事情 好 神說我與你同在 從那一天開始 我們就看到 大利物丸第二年 好 從這一年開始算 前面的他們都不敢動 從大利物丸第二年 但是你看 以色拉就知道 大利物丸第六年就建好了 一共幾年 四年 前面十幾年動都不能動 現在一動四年就建好了 我們以前在公園兩 你看這塊地 兩年都不能動 動也動不了 一動就有人說話 一動就有人批評 又動 但是後來我們不顧一切 就動了 四個月就這樣 我們差不多五個多月建好 我們六月多動 十一月二十八現場 不是現場第一次主路崇拜 你要動的話 神就讓神奇奇事 在你們當中發生 那 在第二章就開始第二封信 七月二十一 我再一次告訴你們說話了 你們這中間的人 有誰看過以前聖殿榮耀 他們就在那邊 哭啊哭啊 告訴你 現在你們要知道 好好珍惜 你們是從沒有變成有的 所以現在開始 如果有機會來了 你們要乾強 還有耶穌亞你要乾強 這地百姓你們都要乾強 所有人都乾強 因為我的靈要住在你們當中 你們不要懼怕 弟弟姐妹 在生命裡面 你如果不動 我不以你們同在 神說的我不以你們同在 你們只要去忙碌你們的功課就好 忙碌你的事業就好 忙碌你的家庭就好了 各位姐妹 這些話很多單位都會教你 好好忙碌你的家庭 忙碌你的事業 忙碌你的家庭 我告訴你 這都騙人的 這都是出於魔鬼 神一直告訴我們說 神一直告訴我們說 在生命裡面 你們只顧自己 我就讓你們所顧的東西 顧多少留多少 顧多少留多少 但神在生命再一次告訴我們說 你知道下面各自 先求祂的果和祂的意嗎 你知道什麼叫做你所需要的東西嗎 你知道神比你更知道 但是神一告訴你說 如果你抓得住神 你那些東西都有 而且是加倍的有 人就奔在這個地方 只顧我有的那些東西 然後你會累一輩子 然後你會被工作 當你的老闆 工作把你捆得死死的 你叫你來教會 沒有時間 你就知道 你在缺乏當中 不夠當中 侍奉你的工作 侍奉你的老闆 侍奉你的男朋友 侍奉那些不願意 不要你進來教會的人 你就會一輩子這樣做 現在你要乾強 如果你厭的話 好 現在開始我要震動天地 滄海和漢地 我震動天地 萬國的珍寶都要運過來 其實這萬國珍寶 他另外翻譯說 萬國所羨慕的都會來 也就是說大家都很驚訝 我如果有這些多好 結果那些他們好驚訝的事情 都來到你們那邊了 我就使這店充滿榮耀 這是耶和華所說的 那耶和華說 印過的那些東西 銀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你不要以為那些哪個國家 那麼慷慨 不是 是神逼他們拿出來 所以神後來也逼亞達歇西王 出來讓尼西米回去 也逼大力無王出來 讓這些東西能夠往前走 甚至也逼最早的尼布賈利沙王 通知大家 全部都敬拜但一的神 只有弟兄姐妹 這神會震動的 神會震動 神也會震動現在的台南市 有一些事情真的一直在改變 你看弟兄姐妹 我們教會存在真的改變 台南市市政府改變很多 所以我要大家能夠明白 台南市政府也好 整個台南風氣也好 寺廟文化慢慢在視為 但是 但是如果我們又不做的話 其實神是神在做 但是神要有人願意宣告 要敢宣告 好 那我們就看到第三封信 如果第三封信 那一天第二年9月24號 又來了 這個信又來了 這講到剛才所說的獻祭 人在獻祭的時候 隨便沾染那些 那些肉類 然後就來獻祭 其實你已經不潔淨了 還有那些是摸了死屍 又脫離誤會 然後在那做不好事情 也來獻祭 祭司說對對這是誤會 那這樣算可以嗎 祭司說這樣不可以 如果祭司你都懂 那你為什麼還這樣做 他們手下做工作都是如此 他們在堂上所獻的也是如此 好 神就說 還有一件事情我不高興 你們第一不但沒有信心 只顧自己 還有來到神面前隨便 來到神面前隨便 所以弟兄姐妹 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 今天的敬拜 今天在神面前敬拜的模式 敬拜的穿著 敬拜逐度崇拜 在神面前的態度 其實我們台南聖教會 真的是很古板 到現在還要打領帶 你看喜歡的 都已經隨便穿就可以了 然後很多前進性的教會 哇 可以把教會 弄成夜總會的樣子 哇 年輕人多愛 多愛 弟兄姐妹 你不要以為我沒有知覺 我也常想說 我們台南聖教會 復興 所以我也去觀摩 我也想說 我們台南聖教會 如果也 燈按下來 然後 打 乾冰 有煙霧 然後每個光束射下來 那個煙霧就會顯出來 然後燈下來 然後大家 搖搖搖搖搖搖搖 好多人在那邊 哇 這很棒 我也去觀摩 然後他們還告訴我 說牧師 有什麼手勢可以 那個皮件你可以怎樣弄 然後會更fashion 叫我怎麼買 要帶什麼金屬那個項鍊 而我不是開玩笑的 他們當然不會叫我去量法 這一點他們放棄了 但是弟兄姐妹 我只能說 我去觀摩 我不平安 我沒有辦法平安 我寧願教會沒有那麼多人 我也要敬拜神的地方 是我生命裡面感受到 神同在的地方 我也不要 我叫好像什麼 我要心靈和誠實的故事 心靈和誠實的故事 各位弟兄姐妹 有人小組說 他們小組跑來一個 我教你歡言 我教你歡言 我為你禱告讓你得歡言 得歡言 弟兄姐妹 這個都是 不對的觀念問題 你到底有沒有進入到有神同在 你禱告是要有果效的禱告 還是沒有果效的禱告 弟兄姐妹 因為聖經說 翻言在悟性上是沒有果效的 是你去享受神 但是在你的道路裡面是沒有果效的 但是聖經說 藝人的禱告是大有功效的 禱告是人的問題 而不是恩師的問題 了解嗎 我很不高興有人來我們教會亂教導 請記得各小組都能夠懂 翻言是很好跟神之間的關係 但是它不是你得救的依據 也不要迷信 這樣子禱告才是好像屬靈復興 你跟神的關係 從你跟教會的關係可以看得出來 很多翻言禱告的人都會躲在教會的外圍 不要讓牧師看到 不要讓牧師知道 來我為你禱告就好 你知道嗎 它是在拉你出去 我不是在乎翻言 也不是在乎好不好 我在乎你離開教會 弟兄姐妹 不然你注意看 凡是教你這種禱告的都會有一種情形 就是不要讓牧師知道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很多字字節都會叫你說 不要讓牧師知道 凡是不要讓牧師知道 其實都是在暧昧的事情 但是得到個人的享受 個人的那種需求欲望 好 各位姐妹 在生命裡面 神說 有 你可以 有很多想要 想得20斗 想得50桶 都告訴你 你想要的那些豐富 你會 越想要得的越少 知道 寒風跟 煤浪跟冰炮攻擊你 難道還不知道嗎 你越想得 你會越來越糟糕 那我告訴你 如果聖天的根基 想一想 是不是從那一天開始 生命就有豐富了 如果你願意想 請你細想 那一天之前 那一天之後 最後一封信 第四封 第四封 這月24日 那一次 再說話 我要再一次震動天地 這一次 我不只是萬國珍寶送過來 我要把列國都把它請負 除面列邦的勢力 並請負所有戰車和坐在上面的馬 都必跌倒 起碼的敗落 個人都被弟兄的刀所殺 到那時候 誰 攻擊神的家 誰攻擊神的家 神就要親自在震動當中 出滅那人 出滅那地 但是現在還留給他們 機會讓他們悔改 弟兄姐妹 所以聖經最近在講說 宛羅的問題你知道嗎 宛羅的問題就是 我用宛把這一群羊 比如這群魚 宛在裡面的時候 魚到 我告訴你 那個漁夫都知道 哪裡撒完 你知道嗎 就是 黑潮 或者那個 魚都會在那個地方 因為魚在那個地方 比較舒服 魚會跟上那個流 一個 好像他們的那個潮流裡面 是那個比較舒服的 魚很喜歡那一道 所以 我們也 人也是很喜歡走 人都喜歡的那條道路 那 漁夫就知道 在那裡撒完就對了 而且撒下去 不會馬上撈上來 它會等魚多了以後 才一起撈 所以有時候我們 欸 舒服啊 而且人越來越多啊 人越來越多啊 有什麼不對 歷史上都一樣 宛羅的意思就是 這時候 魔鬼看 差不多 差不多 欸 差不多了 夠多了 一起把它往上來 就立刻失去了 那時候你在 哭泣都沒有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好 弟兄姐妹 今天我們就在神面前來思想 耶和法跟 索羅巴伯說 從那日我必以你為印 以你為印 這個就是印記 意思就是說 在這當中 你是屬於我的記號 好嗎 記號 大家看這個記號 就知道你是屬於我 因為你感動 你敢踏出來一步 你那一步就定你在 你的群體裡面 成為一個方向跟領導 你是一個家 一個小組長 你一動 全小組都跟你一起動 你是家的那個唯一性組 你一動 全家組都會跟你一起動 動到真理裡面 真理裡面 因為你改變了 好 弟兄姐妹 我求主能夠保守 雖然我已經60歲 但是看到大家在跑 我就把我的生命投射在你們身上 你們這樣跑很快樂 我就覺得我很快樂 因為我的靈跟著你們跑 好 弟兄姐妹 你們很快樂 我就覺得很快樂 因為我年紀就跟你差不多 我一回來就馬上 我的FB馬上畫個樣子 畫新的照片 這個照片就是我在跑的感覺 好 弟兄姐妹 在生命裡面我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然後我們還是回到這個 最後的一個 歸納 神很難過 你們只顧自己 然後你會做的多 灑的多 天災都會臨到 因為你隨便 在神的事情上隨便 那神歡喜是什麼呢 弟兄姐妹 請記得你一定要讓神 你一定要討神的歡喜 知道嗎 神歡喜是因為你真的有動 你山山取木料 是為了建造神殿 所以今天不是說我們要建造神殿 請你去山山拿木料不用 只要你為 為了要建造神的教會 是神的教會 你就開始有一個動作 那個動作不管是奉獻也好 不管是禱告也好 不管是參與也好 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弟兄 從外面匆匆忙忙跑進來 他們 他來教會只做一件事情 就回去了 只會回去 你知道他做什麼我嚇一跳 他只說 因為我禱告是欠這個時間 我就從家裡趕來 在禱告是為教會手腕禱告 禱告完再趕回去上班 他說 我休息只有這段時間 所以我趕來教會 我填了這個時間 我就是來教會禱告 禱告是禱告 禱告完我就要回去 我真的很感動 教會這種人 真的求神紀念他 他就是山山取木料 要來建造教會的人 知道嗎 他做動作很小 但是有人做這個動作 神就一直建固這個教會 Amen 千萬不要說明明有時間 明明有豐富 明明有這種能力 卻每天推上主事的 沒空沒空 弟兄姐妹 還有就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 弟兄姐妹 今天在生命裡面說 震動天地 萬國的珍寶都會來的 然後神說 我會請呼列國的寶座 都關鍵是神與我同在 你要敬畏神 如果你真的 在神面前進入到這種關鍵 神說我以你為印 因我拣選你 弟兄姐妹 今天我們也是要呼召你 要不要在你身上 有像索羅巴伯這樣的一個印記 在生命裡面 求主能夠保守 至於我 我一定要有這個印記 為求神能夠幫助 在生命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 我們祷告會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每次為大家祷告 可能沒有辦法 每一個每一個都為你們祝福 我們祝福是 你真的有重病 或者真的有心靈的 我們才會第二輪為你特別祷告 我們第一輪希望 就是一個腳步 你要不要在神面前 這一個我要你 你就動一個動作 我要散散取目了 我要成就神榮耀 神說我不高興你們 只顧自己 但是那時候 你願意一起動的時候 神說我現在眷顧你 凡你所動的 一我要一百倍報答你 一百倍報答你 弟兄姐妹 教會能量在進行 教會能量在祝福 我們教會 是那個每個禮拜 都一大堆祝福的人 我們教會想想 今天我們跑完 下禮拜又要跑一次 這個復活節 我們還是有一群人 我們一批是跑過去的 當然我不會是這一批 我會騎摩托過去 但是弟兄姐妹 那一天 那一天 我們再次成為一個 美麗的故事 清晨我們的樂會 六點多 我們要在慕顏集合 然後我們要親眼看見 神護活的榮耀 以我們同在 阿門 而這個教會 將會不斷不斷 臨受護活的榮耀 我們請同共散來 我們求主能夠保守 在生命裡面 常常有這個神機歧視 在我們生命裡面 神機歧視在我們生命裡面 你會發現 年輕人一個一個 鎖上來的時候 一個一個鎖上來的時候 我生命裡面 感覺到 生命真的感動 感動 以前我看到 玉品恩王這些人 上來的時候 我覺得 年輕人真的好棒 後來發現 他們已經不是年輕人了 然後 下面年輕人 哇 這個 下一代的一起起來 後來看到自己的兒子出來 感動 後來在美國多久 又看到自己的兒子 也過了那個年齡了 年輕的 更年輕的又上來了 哇 這主啊 這生命 已經沒有時間 讓你再蹉跎了 你知道嗎 下一代起來真的很快 快到了 讓你來不及 來不及休息 也來不及 好像停下來休息 後來發現 真的不用休息 聖經說你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耶和華 請記得 聖經不要讀錯 他說你要休息是 你要從世界上的事情 休息 來到耶和華 要知道我是耶和華 也就是說 你要知道這條路才對 所以 有人說 這聖經都亂讀 你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耶和華 所以他只讀前面 牧師你看 聖經叫我們要休息 真的是 你看看聖經前面所說的 我要請負這些刀兵 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你要把世界的事情 修習 然後 也就是你要在生命裡面 不要再忙碌那邊 你要在神面前 依然在神面前 好好知道 走神的道路是你唯一的 要知道我是耶和華 各位兄弟們請起立 我們求主能夠保守 在我們禱告裡面 我沒事禱告 我相信 因為我知道 生命的卑微 軟弱 但是因為 有主耶穌基督的同在 生命就是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 在神面前 成為彼此的見證 跟彼此的祝福 在祝福裡面 你願意的話 來到前面來 我們要為你禱告 我們要為你禱告 我們求主能夠保守 這樣的一個祝福禱告跟宣告 在生命裡面 都看見神的豐富跟喜樂 弟兄姐妹 你願意散散取目了 來到神面前說 主 我知道我的家很棒 但是我知道我的家很棒 是因為 我願意 以神的事情為第一優先 我以神的事情為第一優先的時候 我的故事 就從那天真的很不一樣 從那天開始 是一個神的故事 神的榮耀 神的喜樂在其中 弟兄姐妹 當你來到神面前的時候 請你為自己禱告 因為你分別是你自己去清楚 所以禱告是分別 不要再顧自己的利益 但是要把自己的問題拿到神面前 所以為自己禱告 捨下的不是你的問題 你的問題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那是很重要的問題 你的痛苦 你的家庭 或者你的先生或怎樣 不是撇下 那是很重要 但是你要把你的利益先放得下 還有你自己的成見先放得下 那些一直困擾你的 才能夠拿到神面前 現在請你把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成見 向神禱告要得釋放 為自己禱告 為自己禱告 我們在座 不管你坐在哪裡 站在哪裡都一樣 都為自己禱告 禱告的時候不要一直說 自己是天花板的房子 神的聖殿還良 被這世界攻擊 你不在乎嗎 你說還走 時機還未到 限制就是告訴你說 神感動說 神在生氣 你在這樣想 當你禱告完的時候 請你再一個禱告 把你的生命重擔 帶到神面前 神知道 神也願望你的禱告 神也願望你的禱告 神說 你如果以我的名為優先的話 以我事情為優先的話 我要震動天地 來到你面前 把一切不可能的事情 引到你面前來 你的生命是輕神的 但則是 在生命前 是容易的 我已經在這時候 安静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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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 但願你聖寧交灌 在我們每個弟兄姐妹身上 你試給我們每個弟兄姐妹 在生命裡面 能夠更新 看見神的榮耀 當我們在看見神的榮耀的時候 求助你聖靈教導 教導我們禱告 試給我們悟性的禱告 是遠遠不斷的 試給我們悟性禱告 是能看見神的榮耀 正看見你的心情 我們希望能夠看到你的憂山 好讓我們的憂山 在你的憂山裡面 能夠貼近你的心 主啊 當我們貼近你的心的時候 才知道我們得罪你是在哪裡 我們求主你赦免我們 我們也肯求主 讓我們在你面前 卸下這一切 沒有必要的重担 讓我們完全來到你面前 等禱告 完全來到你面前的求赦免 因為完全在你面前 得到你的同在 主耶穌 我求主你保守 讓我們在你面前 禱告的時候 能夠摸到你的心意 不但我們在你面前 脫離這些誤會 我們也要站在你旁邊 跟你一起看 你前面告訴我們的核茶 你告訴我們說 哪裡是你的核茶 哪裡是你想要的 哪裡是你為我們做一杯的 我們要跟主耶穌說 我在這裡求你裁剪我 求你在這裡動我 雖然我們生命是那麼的卑微 是那麼的有限 但是當我們願意的時候 我們就聽著見 神經對我們所說的話 你要震動天地 為我們擺設那美好的夜襲 擺設那必然得色的夜襲 而且要擁有高了我們的頭 使我們無悲滿意 滿了我們的生命 滿了我們的家庭 滿了我們的事業 滿了我們前面的道路 讓我們在你面前 多了又多了 用喜樂來交灌 我們所有的朋友 所有的家人 用喜樂來交灌 所有的冠冕 讓我們看到這一切的時候 我們生命的禱告 看到我們生命的禱告 原來是那麼的尊貴 原來在生命的禱告 是那麼有盼望 原來在走在教會裡面 神你是多麼多麼的愛教會 也讓我們在你面前 都看到 神你今天就要做工 讓我們在這條道路裡面 能夠摸到祝你的心意 謝謝你 獻上感恩 保守我們在你面禱告 也讓我們今天從早到晚上 都有看見神奇妙 今天晚上白上教會 我們到這時候 求祝你幫助我們 救到原住民的心 那明天早上 地市場的原住民主日 能夠再次看到 這個教會的宣教的活動 宣教的心 今天我們不是顧自己 更多人能夠顧這些需要的教會 也保守 您真的傳到現在在雲南 這些道路 我們將要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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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成就各地的需要 各地的祝福 把我們的血觀 把我們的心 拉得更遠 拉得更遠 更瘋狂 讓我們在你面前說 卑微的我 居然能夠做那麼多的事情 讓我們祝福這些宣教師 也讓我們祝福今天 讓我們搭到這些 教會的弟兄姐妹 保安我們所欺負 保安我們所做的 貢獻的 都求祝你越南 現在祷告 奉主耶穌基督必修 阿們 阿們